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呢 我们将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的主要内容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 最高法举办六一开放日活动 孩子们走进法院 增强法律意识 让法律为成长护航 玩具 您买对了吗 本应该陪伴孩子快乐成长的玩具 却有可能成为危害孩子健康的凶手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私家车深夜被盗 偷车贼主动现身 而真相浮出水面 八万人反被拘留 我们一起来关注倒车案背后的猫腻 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首先来进入今天的热线发布 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 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办法明确了绿色产品标识的样式 适用范围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内容 获得认证的产品或其随附文件使用本标识时 应同时在绿色产品标识右侧标注发证机构标志 同一产品获得两家及以上认证机构 颁发的绿色属性认证证书时 标注相应全部发证机构标志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最高人民法院举办 成长路上法治同行六一公众开放日活动 迎来了98名特殊的访客 我现在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 今天最高法将举行 成长路上法治同行六一公众开放日活动 那么会有来自北京不同中小学的98名师生 跟随法官共同参观中国法院博物馆 来了解中国法治进程的历史 培养同学们的法治意识 随后同学们还会走进最高法的中法庭 亲身感受法院的工作 同时最高法还会与贵州省和甘肃省告诫人民法院 进行视频连线和互动 现场将法治教育图书赠送给现场和当地的同学们 培养和增强他们的风险防范 以及自我保护意识 记者了解到 学生们拿到的两套书籍 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推出的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法治教育从书 书中的故事是从人民法院审理的大量实际案件中 按照有一定普遍性和不同代表性的标准进行筛选 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 生动活泼的情节 全面系统地向全社会 特别是未成年人传播相关法律知识 我现在了解了一些关于法律的一些历史 我又对法官这份职业有了更多的憧憬和希望 我之前觉得法律离我们很远 然后就是发现今天与法律与我们息息相关 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关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案件的工作情况 并发布了十大优秀案例 其中一些案例为全国首例 对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年司法制度 发挥了重要作用 集中发布这批案例 是要向全社会进一步宣示 人民法院对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犯罪一定严惩不待 对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一定不遗余力的坚定决心 会议最后 最高人民法院介绍了人民法院 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有关工作计划 一是依法公正办案 严惩各类犯罪 二是深化司法改革 强化专业审判 三是充分履行职能 做好延伸工作 四是深入调查研究 加强宣传教育 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联合北京华语公益基金会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共同举办了主题为 让法律为成长护航六一开放日专场活动 5月30号 来自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 北京蔚来网的小记者 以及新疆的少数民族儿童 共同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体验了一次法庭之旅 当天下午2点 在同学们和法官们的注目下 五星红旗冉冉冉升起 拉开了六一开放日活动的序幕 随后 同学们在少年法庭落座 法官重点介绍了少年法庭的历史 功能布局以及法官的工作 学生们亲自坐上法台 现场体验了一把法官角色 近距离感受法律的庄严和神圣 你们觉得我们的少年法庭设计上 感觉怎么样 好 还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没有啊 随后 同学们来到普通法庭 感受少年法庭与普通法庭的不同 同时 同学们还上了一堂精彩生动的法制课 法官分别从日常安全 校园安全 自我保护等方面 结合自身审理的典型案例 向同学们讲授相关的法律知识 并与同学们在现场互动提问 通过感受被告席 亲身参与纸上乒乓球小游戏的形式 启蒙同学们的法制思维 进行自护方法的指导 最后 法官向每一名学生 赠送了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制作的 未成年人审判典型案例画册 通过漫画的形式 引导同学们 学法 知法 守法 净法 法庭 我是第一次来 出发了法律就会失去自由 不能随便做一些恶作剧 也不能故意伤人 不能忽略这些警戒牌 我们这次专门选的是一些 比如说像打工子弟的小朋友 他们可能父母不在身边 更需要一些基础的这种做保护的教育 那么一些小记者 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宣传这些法律常识 还有一些从新疆地区来的少数民族的孩子 对于他们可能法治教育 更需要由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士来进行一些普及 那么对于未成年人 只有在成长过程当中 更多地让他们去了解这些规则 建立很好的安全意识 法律意识 才能让他们以后更少地受到伤害 更健康地成长 为让孩子们了解电力知识 增强安全用电意识 近日国网浙江临海市供电公司 和孩子们进行了很好的互动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 为传播电力科普知识 国网临海市供电公司 邀请台州学院附属中心的学生们 走进110千伏变电站 观摩电力工作场景 除此之外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电力安全 及生活常识的有奖问答 科普安全用电常识 并向学生们赠送了安全用电手册 旨在增强学生们的安全节约用电意识 让他们成为安全用电节约用电知识的传播者和倡导者 今天是孩子们的节日 很多家长都会选择在这一天 给孩子们买玩具 但是作为家长 您是否想到过 您给孩子买的玩具可能有毒 日前 北京市消协发布了对76个品牌 100件网购儿童玩具的比较试验结果 结果显示 14件样品未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其中某平台销售的一款 勒美儿巴比瓦瓦被剪出增速剂 林本二甲酸酯超标140倍 北京市消协表示 林本二甲酸酯是目前使用最广泛 品种最多 产量最大的一类增速剂 被广泛应用于高分子塑料产品的生产 经研究表明 这种物质会影响人体激素系统 可引起儿童性早熟 使男性精子数量减少 运动能力低下 形态异常 并对儿童的神经发育 造成一定的影响 据了解 该平台销售的巴比娃娃 生产厂家 是广东省汕头市城海区小肚玩具厂 目前该类违规产品 已无法在网络销售平台搜索到 网购儿童玩具被检测出增速剂超标 其实已经远远不是第一回了 大屏幕上 我们看到非常可爱的小黄鸭 很多家长都给孩子们买过类似的玩具 然而就在近日有环保组织发起了 电商平台塑胶玩具 化学品安全情况调查 那么结果是让人非常的担忧 从三个平台购买的 12款小黄鸭的玩具 其中有9款都是增速剂不合格 不合格率高达75% 以往我们对儿童玩具安全问题 关注的比较多的是 它是否尖锐 是否容易被孩子误食等等 现在看来家长在给孩子挑选玩具的时候 不仅要预防物理的伤害 还要预防那些化学的 比如说毒玩具 下面我们要连线本栏目 特约评论员江志强 江律师 网购儿童的这个玩具 如何才能够保证它的安全呢 好的 主持人 我总结六个字 叫不产 不卖和不买 那么所谓的不产 其实就是要研把生产观 我们国家要从证据的角度 从法律的角度 应该制定严格的生产标准 同时制定严格的质量标准 以及安全标准 那么对于合格的产品 我们可以认可 对于不合格的产品 我们要进行处罚 那么只有这样的话 让我们这些毒玩具的生产商 没有生存的来源 让他们不能生产和不敢生产 第二个所谓的不卖 就是研把销售管 我认为我们的市场监督主体 应该加大他们的这种监管职责 最大可能的 不要让那些不合格的产品 流入到市场 同时作为市场的销售房 也应该树立这种绿色销售 和安全销售 这样的一个标准和理念 那么要能够和敢于 拒绝不合格的产品 让他们进不来和出不去 第三我认为就是要不买 那么也就是研把这种消费管 作为消费者 我们不要贪图便宜 不要在非正规的平台去购买 那么作为为了孩子着想 我们应该购买那些 通过国家质量安全标准的产品 而不要购买那些三无产品 同时我觉得 消费者是最有权利的 如果你真正的能够说不 真正的能够做到不买 那么这些毒玩具生产者和销售者 就没有生存空间了 所以从生产到销售到购买 各个环节要严加的防控 才能让我们的毒玩具远离市场 远离我们的孩子 主持人 好 感谢江志强 继续热线关注 前不久在福州飞往昆明的 FU6509次航班上 一名男子突然情绪失控 在飞机下降的过程中 试图打开舱门 并不断地用手机敲打闲窗 甚至攻击乘务员 那严重威胁了航班的安全 结果是被机组人员和乘客一同 把他给制服了 当时旅客上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这个腰剂 有一些那种像血迹的斑点 他当时上课的时候 神色比较慌张 然后左顾右盼的 然后我就注意了 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 航班安全员觉察这名男子 行为有益 并向航班乘务长 通报了这一情况 并将他作为 寻舱重点监控对象 随后在飞机飞行过程中 这名男子多次出现异常举动 他要打电话 联系他家里人 然后他就一直在 不断地重吻问题 我也在一直给他解释 然后后来就发现 他这个状态不太正常 和其他的旅客相比较 就是他情绪就是越解释 他就越激动 然后就站起来说要跳伞 后来他突然起身就往前走 我就挡着他一下 然后他伸手就要去够那个扛门 我就赶紧拦了 我就赶紧拦住他了 就在飞机落地前40分钟 这名男子的失常举动更加严重 为了不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 工作人员把这名男子的座位 调到了最前排 并安排安全员坐在他的旁边 但情况并没有好转 安全员和乘务员一直想通过聊天的方式 转移他的注意力 安抚他的情绪 但他却越来越暴躁 在飞机落地前10分钟左右 危险的情况发生了 打开 我要跳下去了 飞机即将落地的最后两分钟里 男子的表现更加失控 不仅大吼大叫 而且还用手机疯狂敲杂闲窗 出手攻击试图阻止他的安全员和乘务员 最后在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这名男子被制服 并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飞机落地后 机组人员将这名男子移交给昆明警方 那这名男子被移交给昆明警方之后 警方联系到了他的家属 家人将他送到当地医院进行检查 结果显示 这名男子确实他患有应激性精神障碍 类似的事件 去年4月15日也曾经发生过 在国航CA1350次航班上 一名男子也是突然手持钢笔 挟持了一位乘务人员 导致航班被降郑州新政国际机场 后经查明这名男子 事发时是突发精神疾病 好 下面继续连线特约评论员江志强 像这样的特殊的人群 是否可以乘坐飞机呢 那如果乘坐飞机 他们的自身以及其他乘客的安全 又应该怎么样得到保障呢 好的 主持人 那么对于这些特殊情况的旅客 是不允许乘机的 它的依据就是在于 我们国家有一个规定 叫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 国内运输规则 那么这个规则明确的规定 对于传染病患者 精神疾病患者 和自身的这种健康情况 可能危及到自己 以及其他旅客安全的 是不允许乘坐飞机的 那么为了避免 类似事件的发生 我觉得可以从四个角度 共同努力 第一个就是患有特殊疾病的 这些特殊乘客 应该要尽量地减少乘坐飞机 如果必须要乘坐飞机 那必须有家人的陪伴 并且提前要向航空公司报备 做好相关的预案 第二就是对于这些 有暴力倾向的 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属 那么发现情况之后 应该赶紧送机进行就医 避免这种不特定的 安全事件的发生 第三点就是 作为我们同行的旅客来讲 如果发现周围的乘客 有这种异常的情况 应该及时地向机组人员反映 并且配合机组人员 进行相应的处置 第四我们倒建议航空公司 设置这种 不易乘坐飞机的旅客名单 对于那些已经对航空 造成安全威胁的 或者是可能造成威胁的 要把它排除在这种 乘职人员之外 直至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恢复良好为止 主持人 好 在这里我们整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今年的2月19日 山东省临仪市河东区 一个男子报警称 自家的车被别人偷了 而当偷车人被找到之后 案情却出现了反转 2019年2月19号零点 山东省临仪市 河东公安分局 太平派出所的民警 接到居民姚某的报警电话 称自家的汽车丢了 报警人称他在外地出发 是他的妻子发现车丢了 我们到现场以后 确实当天晚上下着大雪 确实是发现有一个车动的痕迹 现场没有监控 他说他大约在12点20分左右 他听到了门外车辆发动机的发动声 着重问了有没有车上警报声 他说他们完全没有听到 据姚某描述 自家这辆汽车是2018年7月购买的二手车 当时办了分期付款 于是民警怀疑 会不会是分期付款余期引发了纠纷 现在倒计汽车两个案子很少 我第一个经验说 是不是有什么经济纠纷 报警人一一排除 经调查姚某的车辆 一直按时还款没有经济纠纷 于是民警对此案正式立案侦查 案发现场没有监控 民警扩大范围 通过排查周边区域监控 终于查到了这辆车的行车轨迹 确实有一个人驾驶这辆车 而且他把用那个挡风 前挡风遮住自己的面部 监控显示 汽车最终消失的地点 位于临沿市经济开发区某路段 这辆车出现在河东区 林树县和滩城县三区交界的 那么一个位置上 结果在这个地点 我们却没有发现这辆车辆 通过进一步侦查 2月19号晚7点半 民警在某小区内 终于找到了这辆车 民警决定守株待兔 原地步控抓捕犯对嫌疑人 半个小时后 一名中年男子上车 准备将车开走时 民警对其实施了抓捕 迅速上车将其控制 控制了以后 他在倒车的过程中 脚踩了油门 将我的一个同事给刮伤了 民警随后对中年男子 进行了审讯 该男子姓吴 据其供述称 这辆车是他外甥杨某某 放在这里的 而吴某随后的供述 让民警发现了新的问题 说他在去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18年的7月份 他曾经见过 他外甥开过这辆车 当时我心里就 一成 这极无可能 不是形成概念 民警随即对报案人姚某 再次进行了询问 我说如果你报的假件 可是很严重的要 当时姚某 还是一脸无辜 因为报案人姚某 坚称自己的车辆被盗 于是民警决定对犯罪嫌疑人 杨某某实施抓捕 而就在2月20号中午 杨某某却带着厚厚的一叠资料 主动来到了太平派出所 这个是杨某某 在来我们派出所说明情况的时候 出事的一份自诉状 据他说 他很早就把这个 所谓的自诉状 准备好了 这个是这么写的 本人 杨某某 下面是新闻证号 本人在2018年8月27日 购买了本田爱立生 因为本人是黑户 做不成分期 特放在当时好友 姚某的名下 当时呢 这个属付款啊 还是这个杨某某自己付的 付了是七万多块钱 据杨某某说 就在自己将车买回 并分期付款两个月后 好友姚某借口亲戚生病 将车借走后就再未归还 中途要的 要好一遍 中途回来干了之后 他又一直找理由 说这些呢 不想挂我名下了 我说你就是 就是把 管你名下也行 管谁别人名下也行 谁名下都行 你把我都 别放我名下了 就是 结果呢 就是一直就是没办 我开回来了 杨某某多次找姚某所要车辆 却毫无结果 便索性停止 偿还分期付款 姚某只得自己 支付剩余的分期款项 这个仗我垫了 五个月分期 五个月分期了 一元七千 不是说 我没来说 说打工的 一元七千 我也管你 我说我交分期 我说你把枪给我 是吧 我每天枪 你开的枪不够 我怎么再去交分期 双方争执不下 没有结果 于是 2019年2月19号 杨某某将停在 姚某家门口的车辆开走 并在开走前 特意给姚某发了一条信息 那么 杨某某开走车辆时 为什么会特意用遮阳板 遮挡住自己的面部 随后又拆卸了车辆的号牌呢 杨某某是回来干之后 打电话的时候 是那个我怕拍的那个 电子眼睛红的 有尾章红的 就能找到当下 为什么要把牌子 我拍现在 我有我的意思呢 就是不想觉得 他回来干 找到回来干 他一找不到 他会给我现场 给我现场呢 我把这个钱给你 然后你给我过来过来过来 我的就是这个意思 至此警方已经查明 此案并非一起刑事案件 但姚某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报警的时候没有跟警官说这些情况 2019年3月12号 民警将杨某某和姚某约制派出所 对双方纠纷进行调解 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 那双方都认为很吃亏 临时呢很没有结果 我们现在呢 就是建议他们到法院 依法进行起诉 近期甘肃天水警方 侦办了一起案件 一手机直播平台 直播内容不堪入目 1314将微车跑车啊 微信可以充的那个什么 QQ也可以充的 这是2018年9月 甘肃省公安厅网安总队 在网上巡查中发现的一条线索 有人在一个名叫小宝贝的 色情直播平台上 进行淫秽色情表演 这个线索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立刻展开网上侦查 警方发现在这个手机直播平台 女主播通过各种诱惑 吸引网友刷钻石跑车等礼物 这样的平台怎么能堂而皇之的 出现在手机客户端呢 经过数月侦查 警方初步理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 第一级他就属于是组织者 也就所谓的是平台的投资者 第二个层级就是他的技术研发 黑发团队跟用益维护 这是第二个层级 第三个层级就是家组长 家组长也就是当时现实生活当中 所谓的鸡头老宝 第四个层级就是主播 主播也就对应咱们现实生活中的是小姐 短短几个月 这个平台的直播人数就达到三千多人 分布全国多个省市 每天都有上千名主播在直播 注册会员更是达到六十多万人 九五二七哥家务信卡 这边时都已经够大的了 想看福利花刷一个一个就举 他一部分是直播 还有一部分是通过付费房间的方式 每个女主播在表演时 都有成百上千的网友观看 两个小时的黄渤表演 女主播获得的礼物数更是动辄就上十万元 而按照平台规定 女主播们获刷的礼物都可以定期兑现成为自己的收入 就冲赚这个平台 你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就是百分比 按这个百分比 首先是平台 先提取一定的费用 然后冲进去之后 然后就按照平台收25% 加上15% 主播60% 这些无底线的APP污染网络环境 在摸清他们的落脚点之后 警方立即行动分成三大组 吩咐各地对该犯罪团伙进行抓捕 侦察员在全国各地紧锣密鼓地进行收网调查 但是这个平台真正幕后组织者却异常狡猾 这个投资者是有珍贵的公司 严而莫专门有虚假注册公司 然后表面是个珍贵的直播公司 有时候在经内 有时候在经内 如何才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今年4月5号晚上 警方对两名投资者的住处进行敦守 在敦守到凌晨的时候 两名投资者分别回到了这个住处 上级安排对这两名投资者进行秘密抓捕 抓捕后 为了进一步的尽快扩大战果 那个专案组决定以后 想办法要赶紧抓这个核心的这个研发人员 专案组连夜安排侦察员 到六名研发人员的办公地点进行敦守 第二天早上终于三名嫌疑人出现了 知道因为啥事情抓你的吗 知道 啥事情 就是因为在直播平台 直播平台 就到这个房子是吧 对 是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啥 放入箱 经过多日努力 专案组共抓获各层级犯罪嫌疑人43名 成功破获这起不督案件 截至目前共查获直播的手机100余部 用于平台开发 美颜功能的各种电脑 十余台 冻结涉案资金1000余万元 在这个直播平台中 研发团队的负责人王某称 自己之前是做游戏出身 每月薪水在1万元左右 可是这些钱在高消费的厦门 依然是杯水车薪 所以当投资者找到它后 它开始动摇 本想开发好平台就抽身离去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 平台一直需要不断维护 所以它也越陷越深 突然间意识到我做的这个事情 影响还是蛮大的 毕竟是一个大型投尔作案 然后我非常后悔 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点的利益 就走向这种犯罪的道路 目前抓捕归案的犯罪嫌疑人 均因涉嫌制作复制贩卖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部分犯罪嫌疑人已被批捕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调研督导组开展调研督导 群众来信渐渐有回复工作 5月13号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 调研督导组前往江苏河南两省 深入省市县三级检察院 进行实地调研督导 本次的调研督导工作 重点围绕检察机关 落实群众来信 7日内程序恢复 三个月内办理过程 或结果答复制度的情况展开 调研督导组一行人 检查了12309检察服务中心 信访接待室等场所 现场了解江苏省检察院 自主研发的 全省统一使用的 苏检易访通系统 并对群众来信 渐渐由回复工作台帐案卷进行查阅 详细了解各项检察业务的开展情统 今年 家住江苏省常熟市的刘先生 就切实感受到了检察温度 今年2月13日 我愿收到性访人刘某的来信 他在来信中反映 因于严某发生争执 被严某手持美工刀 将其右手划伤 致轻伤一脊 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 严某也没有被采取强制作施 要求检察机关监督 常熟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后 高度重视 按照群众来信 7日回复的要求 当即电话联系刘先生 并在12309检察服务中心 约谈了他 该院提前介入 针对警方提出的 取证难点问题 指明了侦察方向 他腿我腿他来吵着起来 后期他那个 他跑我去拿把刀 就是划我手这个刀 因为这个几件 身上窜不到你的四个手 我现在以下 现在就是好快两年了 我以为现在整不到 现在啥也不能干 现在这个时候是以 你的理性也没有 因为即将神经传不断裂 现在完全是完全不了 他也不一分钱都没给案了 后期没找来 就是给检察院写封信 2019年4月初 公安机关以 严某涉嫌故意伤害罪 将该案移送 常熟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了解 刘先生是安徽人 今年52岁 一直无固定工作 家庭经济困难 两年前来到常熟市打工 为了治疗手上的伤 他已经花去了8万多元钱 这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 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我们就启动了 国家司法救助程序 主动告知 刘某有权申请国家司法救助 在刘先生递交申请后的第16天 检察机关就向刘先生 发放了司法救助金 这笔钱虽然无法保障他的后续治疗 但是却解决了刘先生的燃眉之急 刘先生告诉记者 他当时只是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 给检察机关写信 但没想到 自己的难题 从此有了转机 目前该案已经退回 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查中 据统计 江苏省12309检察服务中心实体大厅 年均接待来访群众2万余人次 2019年2月到4月 江苏省检察机关 接收群众来信8394件 7日内回复7850件 检察机关依托信息化手段 提升回复时效 采用群众容易接受的语言和用词 进行回复 让普通群众感受到了检察官 认真办理每一封来信的 高度负责精神 和预贴人心的检查温度 昨天中国仲裁公信力评估报告发布会 继第二届仲裁公信力论坛 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 5月31号 中国仲裁公信力评估报告 在中国政法大学发布 该报告由中国政法大学 仲裁研究院创新发起 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制日报社联合发布 中国仲裁公信力评估报告 旨在衡量中国仲裁公信力建设水平 评估以仲裁机构为主导的 仲裁服务整体状况 反映市场主体对仲裁的信任和信心 记录仲裁事业发展真实轨迹 为提高仲裁公信力 规范促进仲裁事业可持续发展 提供学术支持和参考 此外 本次发布会还公布了 涉外服务10家机构 及全国10家仲裁机构名单 为确保用电安全 近日国网杭州市临安区供电公司 加强了日常巡查 近日随着气温升高 浙江临安的一些景区和农家乐 迎来了用电高峰 国网杭州市临安区供电公司 加强了日常巡查 确保用电安全 同时为应对即将到来的雨季 国网临安供电公司 在农家乐集聚地区 排出了8支服务队 随时应对突发停电故障 此外还加强值班力量 和抢险物资的准备 确保雨季用电安全 连日的强降雨 导致广西大新部分地区 出现了洪涝灾害 近日当地消防接到报警称 有三人被困洪水 地区们在区别智间的江南人 在区别智间中会 在区别智间的地区 对此 陈远洪水 上有三人被灾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